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,胡人进行了强有力的补偿,一直称为联盟的关注点。 不过从胡人的阵容配置来看,中锋位置的缺口似乎有点大,只有祖巴茨和麦基两人可开大用。 所以,继续补偿中锋位置似乎非常有必要。 日前,据知名NBA记者Shanf报道,白纳姆本周在胡人训练馆进行了视讯,虽然这不是一次正式的球员视讯,但是却是在胡人工作人员的注视下完成的。 而且,这并不是白纳姆唯一一次的视讯,他之后也会被安排去其他球队视讯,从白纳姆当前的状况来看。 重返胡人不是没有可能。 毕竟胡人对中锋有需求,在胡人亮联冠时期,拜纳姆帮助科比过关斩将,个人的赛场作用有目更睹。 如果拜纳姆重新加盟胡人,辅佐詹姆斯又将非常值得期待。 无论如何,拜纳姆能够在胡人场馆进行视讯,既是胡人管理层的人情味,也是预示着未来的无限可能。